现在是报警啊 店家骑楼熊熊烈火不断燃烧 店员慢慢往前移动 只见整部电动机车烧成一团火球 事发太突然让车主措手不及 好在这时候一旁邻居见状 赶紧提着灭火器赶来救援 索性火势不到20分钟就被扑灭 消防车也赶到现场不水限戒备 5号中午12点多 澎湖一间半水里垫了骑楼 一部电动机车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车主的邻居拿了五六支灭火器去灭火 才没有让火势蔓延 它蹦一身啊 就蹦一身的时候就火烧起来 他们拿灭火器我们就弄水 应该是它的那个电池 因为我们救火就到它 后面那个电池的火都穿不掉 起火的是一辆免牌照的微型电动车 因为马力小 很多车主都会在花钱改装 但非原厂规格的改装也对安全造成了隐患 幸好火势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至于相关的起火原因还有损失金额 还有带火吊科进一步厘清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